近日,石榴姐怨穷丹亮相浙江恒电影视城秦王宫景区,举办恒电春节大庙会首席体验官签约仪式即媒体见面会,陪中外游客一起欢笑跨年。据悉,怨穷丹凭借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饰演大爆芽香肠嘴的石榴姐一角而被广大观众所熟悉。 见面会现场在白雪矮矮的秦王宫石榴姐分享在恒电拍戏趣事和新年祝福,称赞雪中卢化般的恒电。 现场还和幸运粉丝亲密互动,一起看视频猜剧名,并为粉丝们送上丰厚的跨年礼物。 与其他许多常年奋战在恒电片场的演员一样,老溪谷石榴姐最近又来到恒电拍戏,并新增恒电大庙会体验官的新身份。 她表示,2019年恒电春节大庙会是一个集影视元素、民族特色、民俗风情为一体的节情活动,不仅能体验少数民族特色美食,而且还能玩转全正水箱年味。 因为大庙会里面,第一件事它会给你看见很多不同的民族,那你就可以,有些民族我衣服我四穿过,我见都没见过,也有各类不同的美食,我是个美食达人,我真的最喜欢吃,对我来说能吃得到好的东西是最好。 你就过年嘛,大家最开心就是拜拜年吃这东西,那来这里玩一下,逛逛庙会,然后又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开,又可以打很多不同的卡。 我觉得这个过年是特别开心。 谢谢大家。